那我覺得 5號牌沒有要跳 然後我覺得11號也沒有要跳 通靈師 我驗的2號牌是明 好 我確定是通靈師 昨天差的是3號 3號是平靈牌 你們兩個剛才警輝的都要練我 這張7號牌嗎 來啊 我這張7號牌有東西 你們就來驗 我就不相信你們講得對 然後還有要講的是 4號牌 我跟你當隊友當那麼久了 你當好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當好人不是這個樣子的喔 我覺得7號 8號都很好 然後我為什麼變票 是因為呢 因為我第一輪覺得5號聊得比較好 2號有點... 不是 只是講得有點支支吾吾 有點緊張 然後後來我變票原因是因為 忘記是誰說的 就是說這個機率就是 9號不敢跳了 然後讓2號去幫他補跳 可是他們... 因為2號一定是大哥嘛 因為他是驗到他好嘛 那你姓5的話 2他就是大哥啊 就是機械狼嘛 因為他... 他被驗到是好啊 但是他又跳了 所以他一定是大哥 所以我就想說 那他們狼隊的機率很低耶 就是... 那你跟他又不見面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說 這個機率 我後來有點想要回頭 那我覺得其實有點難分 然後我... 那個是認不太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從外智慧找狼 外智慧的狼就是 我自己覺得... 4號很緊張耶 4號最後講... 最後在那邊看了7一眼 然後後來就說7號你也怪 就是很像有嘴軟 就故意要點個7 因為7好像抓到了4 所以我覺得4很緊張 4不好 然後10號也是 10號也非常緊張 而且10號去保了11 我覺得可能不認識吧 他好像也有保了1.9 沒有嗎 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10號是非常緊張的牌 很像一張勾牌 如果我現在要站回5邊的話 然後3... 為什麼我第一天會上票給5 是因為我覺得3號在井上的尬聊 非常非常久 就是很尬 我不知道聊那麼多幹嘛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3沒有很好 然後2又發3 感覺...感覺很像雙狼在那邊拉票 然後就是因為你們是隊友嘛 所以你發他名 他也可以認 他說隊友我是名 也可以這樣玩 所以那時候我才...會相信5 多一點 7號牌把我想要講的事情 完全的表述出來 在票刑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一定就是認不到大哥嘛 在認不到大哥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汗跳狼發對了準確身分 所以3號牌直接出坑 底牌要是一張好人牌 那7號10號 畢竟是上給我鐵票的 連兩輪都投我 我排不進我的井徽流 好 那我能夠排井徽流的人有誰呢 首先是在井上的時候 我講原石起跳位的位置 11號牌聊得像好 9號牌這一局 還是聊得很狼 9號牌在這一輪聊說 它的坑是5 11 12 然後80 容錯 7號跟10號 都是上給我鐵票的情況之下 你直接把10擺進容錯 卻完全沒有提到7號牌 這坑是錯誤的 所以我覺得9號牌得進坑 我現在在猶豫的點是 我到底有沒有需要花一個驗 去驗張9號牌 因為它拿好人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的發言 所以我... 我先想一下 然後再講我最後的井徽流是什麼好了 我先把所有的 有問題的焦點牌都講一講 70放掉 3號我覺得是 真正的好人牌所以放掉 然後 6號牌變票 6號牌如果是狼 它先勾後衝 先勾到我的團隊裡面 然後評票之後再衝 它自己的機械狼隊友 我覺得如果照第二輪評票發言 這樣子還衝的話 那也太焦點 那也太暴狼了吧 尤其是它只是一張小狼 它不是一張機械狼 這6號我覺得 暫時相較之下出坑 4號牌 上票的原因 它雖然是守住會發言 我再給你一點空間 但是我覺得你要進入我第二宴的原因 是因為 4號牌發言與投票有一點小矛盾 井下的時候 井下的時候 4號牌講說 我覺得9號牌 不太像原始起跳位 但是他 但是覺得5號牌聊得 沒有什麼太著重聽有問題的點 但是他投票又是上這張2號牌 所以我覺得4號牌得進我驗了 好 所以我自己的坑是這樣子 1號 1號牌坑 聽他發言 14 第二警匯六置換 14置換 為什麼1號要進坑 因為他兩輪鐵票都上2 所以 而且1號牌他點的 2號牌 所以我來向藝人家的點是 他是莫智慧發言的一張通靈詩 那他壓力很大 所以我覺得他發言這樣子 應該是一張正通 不是邏輯在點的 而且又是一張鐵票 所以我覺得1號要進坑 1號 2號 2號是機械名 9號是 那個什麼 9號是 可能是原始起跳位 但我不想 好 我第一驗 我驗 9號如果是好人的話 他也是扛推位 所以我先擺著 好嗎 9號跟11號是原始起跳位 開置換的 那我先驗 1號4 先1號4 1因為上鐵票 然後4號是 發言跟票型不太一致的 所以先1號4 我的坑是 1 2 9 然後容錯是 容錯是48 48開容錯 反正接下來我驗的 都是真實身分 所以就 沒有什麼問題 JJ我會下2 過了 請大家進取手票 3 2 1 請出票 2號 淘汰幾次淘汰區 請發表 我的大哥啊 剛剛你們說那個 什麼小狼認不到我什麼的 他們認到啊 149 我的小弟是嗎 149我覺得是 好 算了…先不聊這個 我先 我覺得 我覺得7號應該是平靈台 因為 因為他剛剛的翻臉裡面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你們都來驗我啊 我的角色很豐富喔 我覺得就很像 很豐富啊 我覺得7號提名牌 11的話我覺得是有身分 因為他雖然跟7講的一樣的話 但是他比較沒有那麼嚴 他說什麼 你們還可以來驗驗我啊什麼的 我覺得 然後再來一張我覺得 像神的牌是6號 因為6號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 投5 後來投2 剛剛發展的時候 又回去站邊5 我覺得他一定掛身分 不然他不可能就是會這麼亂玩 這樣他很容易被抗退 所以我覺得6號也是繩子牌 7號平民 3號平民 然後 6跟11我覺得很像繩子牌 你們自己刀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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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喔 天黑給你 所謂に閃避 所謂に閃避準君 選擇你要守門的對象 想作為一被告避準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人 天亮要請真夜明 左吻 八號 十號 被殺死 直追向自己的派局 警長決定請左請右 六號 左 開始翻 一金水嘛 然後 不是 沒有那個大哥了 所以你驗到覺得是真的 所以一金水 沒有位子了 十一 十二 我還沒聽到這輪發言 但前一輪還行 所以我沒有特別盤他們 十一 十二第二天也都上對票 就這樣耶 我可能會出 四或九出 你歸 都可以耶 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剛剛就說十字郎了嘛 然後 七 像好 等一下我想一下 這個是 他們沙巴 沙巴 是名 名 圖神 圖神喔 怕誰會收你 好 好吧 反正我 我這一局應該四九出 我覺得我想給隊友一個被驗的機會 所以 我想要先出 九啊 然後 艾莉爾剛剛說我是平民 我很想現在要跳身分出來 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要忍耐 要忍耐 不行 有些人覺得 太可惡了 我好想跳出來怎麼辦 我跟你講 五號 五號 等一下不會死… 等我一次 五號 等一下不會死,好嗎 五號,你為什麼要折磨我 你說我是扛推位 所以先把我放在這裡 然後我聊得這麼爛 然後也沒有幫好人做的事情 剛才應該先把我投出去 因為我前面回不了頭 原因就是因為我對於五號 他在井上的時候 面對我的… 在井上的發炎質量 對我的攻擊性 直接有一種間諜的欣喜 直接把我倒到死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哇,好 那我又是一個 因為自己害成 造成的扛推位這樣 然後 可是剛剛這幾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聊得滿好 所以最後我是 回了這個頭 然後起身就看到八十離開 等一下我想一下哪邊是刀口 十… 十是… 十是毒口,八是刀口嗎 刀疤的原因是什麼 我還是想要聽十一 因為跟我同在井上 然後跟剛剛你… 我就說 為什麼我會站二邊 然後去打五十一認勝 就是因為你對我的… 其身對我的攻擊性 所以我才會… 然後再加上你跟十二號的發炎 我覺得很像是 認識的牌 所以是我才是你的原因 所以我這一局 我還是想要 往這邊繼續聽一下這樣 然後… 好,如果我沒有幫好人做到事情 然後… 把自己弄那麼肥 那五號把我歸掉 我也認了,過 九十的… 好啦,你真的盡力了 那你真的… 太怪了吧 十號是毒口 十號是毒的 然後先講這樣就好 反正… 我跟你講因為 最後狼就是四跟九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後來回想起 四號井上那一段發言 五十一沒有要跳啦 叫九跳 他是不是叫九跳 五十一沒有要跳 叫九跳 那九又沒跳 然後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四號井上說 五十一個就不用這樣啦 九… 九跳 九… 九跳 九沒跳 然後一人在入夜的時候 在入夜的時候 我最後一眼看到 許馨揚 他在找東西 他叫什麼 他在找東西 四號 我捨 好啦 他就先投四 我們要修九 就修到底 好 你要死也可以啊 反正四十九 因為一號 因為一號其實也在我的坑位 可是因為他查一號這號人 因為一號已經暈到 連剛剛也是叉耶 是一個叉 所以他比叉 我就覺得好像滿好的 好像滿好的已經暈到 死都不信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暈到一個叉 然後九說我跟十二號認識 我沒聊十二號 我當然要十二號 因為我說十二號聊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十二滿好 但其實我原本有懷疑六 可是六這輪發言我覺得非常好 他就四根就 二都認狼了 你們還想怎麼樣啊 二都認狼了 那就只有 原始起跳位就是九啊 因為四都告訴我說 五十一不跳 你要跳… 好 四九 你自己看你要羞辱誰 我都可以 四講 逛 十一講這故事很合理耶 很合理耶 而且九號你要打井上的人 你都沒打四你就只打十一 好…我們先來聊聊看 十一如果是井上那一個 現在二已經認狼了嗎 二已經認狼囉 二是機械名喔 那十一如果作為狼的話 他還要get到 二好像是我的機械隊友 他get到之後 他還踩二耶 他還說二跳舞會不信喔 通常他這種狼的身分 他get到了 他一定是捧他捧到高到死啊 找到自己機械狼還把他壓低 那你在玩什麼 不可能 小賴會玩成這樣嗎 我不相信 然後九號你一次打十一十 那四呢 四呢 他也在井上 說不定他才是原始起跳位 他就是純粹上來不跳 你都沒有打耶 所以這真的是四九耶 就是看你要怎麼那個 反正我當然還是比較偏九啦 因為九他講的匪話匪式 匪舉動是最多的 他就是掛了一個匪在這邊 把我一直還是看你歸 因為反正你現在查到一也是好了嘛 你現在查到的一定就是真的 因為已經 接下來已經走了嘛 所以就看我怎麼歸 那如果真的 九出去了 然後四也出去 還不信 那我們就再聊 過 再聊 好 非常抱歉 全場最暈 但我覺得我剛剛最後 會投氣票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我在直接 反二號的話 我覺得太狼了吧 就是我感覺那個行動 其實是不對的 就我剛剛明明這麼兩輪 都鐵戰二了 然後我就還突然馬上 就是改票 就是二號出去 感覺我那時候就很像小人 趕快要這個時候倒狗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了氣票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真的暈死 然後我覺得感謝五號 通靈師給了我一個精髓 所以我不用被罵死 就是感覺不會被懷疑這樣子 對 然後我剛剛覺得 為什麼剛剛九號 還是在我這邊嫌疑是最大 大過於四吧 我還是會這群人 我可能聽 如果看通靈師怎麼歸 當然如果 我自己目前是想投九號 原因是因為他問說 為什麼要到八 因為八直接把294 直接點出來 就是他在最後 他直接把他的狼 可能294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狼人 可能在夜裡覺得 大哥走了 那他們可能要趕快把一個 點到最準的人先跑出去 我這場一開始也是很暈的 但是沒關係 我就是 對 我講什麼都可以吧 但我就先講 我一開始其實就是 有一點小菜 四跟九 九是我的名牌的時候 我就說我覺得 那邊乖乖 然後是 我有講 就是他井上說 退水之後他一個人站著 但 我不知道 因為 大家為什麼可以完全理解 誰是刀口 結果說 因為剛剛六號是第一個發言 他就直接講說 那個石是被毒的 我記得六號一開始 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他就這樣講了 就是 我就想說 這麼笃定嗎 這麼笃定嗎 這樣 那九就 依拉看到的怪嘛 所以就是 那四號也是 我剛剛就一直覺得 四九是怪的那邊 那本來就聽警長 規票嘛 那應該就滿清楚的 簡簡單單 過 好 我應該可以講 大概十個理由 我不是狼 那我要先跟那個製作人 道歉一下 就是製作人有說 不能聊到上一局嘛 那我 因為 因為我會說 我在警察我會說 五號、十一號沒有跳 因為他們剛剛上一輪 是他們兩個在跳嘛 所以我才覺得 他們兩個不會那麼累 又要在那邊跳來跳去 對 我就覺得五號、十一號 不會是狼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九號出去吧 九號臉位不拍身份 我平民好不好 然後七號你上一輪說 你跟我當隊友當很久 這輪覺得我是狼 因為你都在 你哪會適應到 你哪會適應到 你在幹嘛 你哪會適應到 你哪會適應到 好生氣 沒有 這個應該是七號想看的 反正我只是 沒有…但我保七號 就是七號那個 我可以在七號前面出去 OK…真的OK吧 那我覺得四號 五號你不要來驗我 真的 你網上六驗吧 六其實兩輪發言我 沒有聽太多 然後我覺得上一輪發言 最好是這張十二號 十二號我覺得發言最好 而且他是真的 跟五號聊天 他的眼神超專注 然後剛剛我覺得 其實驗一 我覺得 原本以為一定驗出一張狼 因為剛剛上一輪 一號打我 一號支持我的點 是說四號的陽光 那你應該支持我的點 你要說我的票情跟你一樣 然後我警察已經發過言 所以你上一輪支持我 就是沒有踩我的點 我覺得不太合理 所以我以為一號一定驗出那樣 那我覺得還有什麼可以聊 那我底牌是這樣平民 如果他向你壓我 我剛剛直接自爆就好了 所以我這個應該超過二十個理由了吧 想一下還有什麼可以聊 那就九號 剛剛一直沒有聊這張四 就刻意作章我吧 那OK啦 反正就九號出去 向你你先驗六吧 你驗五一定是百分之百 驗上一張平民 那我覺得七號可能被二號猜對了 對 搞不好就是七號在那邊 底牌就這樣平民 我覺得滿有笑的 那還有什麼可以講 好像沒有可以講的 我坑是滿擠的 那我就可能六要進去 六要進去 沒了 那三號 回應一下三號 三號剛剛說我怎麼站著 因為我覺得上一局我 我做太久 所以我想要多站一點 對吧 一直想要上一局 我不想退出 因為我站太久 所以我覺得我不用退出 我想要站一下 對 因為我覺得這局我也會做很久 對 殊不知 變焦點會要講這麼多 也是滿累的 好不好 今天那是我來錄狼人殺 講過最多一次的話 就這樣子過了 這一局必須要下九郎 如果他是一張好人牌 被作章 被狼隊推成這樣子 然後都還不聊 不盤一些格局的東西 所以我會投九號 但是四號牌一直在那邊說 不要驗我 不要驗我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二號牌出局是一張狼 最好的狀況是 十號牌被女巫讀的 也是一張狼 那 二 四 九 十 最明顯的劇本 最穩的 機率最高的劇本 但是如果我不驗這張四 我沒有辦法判斷四九的格局 對吧 我沒有辦法判斷二十的 這些身分到底是什麼 假設驗出來四 你是一張好人 你再繼續帶對 你再往你覺得有 有質疑的牌去做操作 好 那一號牌 它是 底牌是一張精髓牌 那我剛才講了 七號 十號上我鐵票 我警惠流放不到他們身上 七號 十號摘掉 一號牌驗出來精髓 三號牌是狼隊 所以感覺是機械狼 賣出來的好人視角 如果它底牌是一張狼牌 那票型不會這麼混亂 而且大家講話會更加的明確 所以 七十三一就先摘掉 但是這一局七號那個狀態 起有點太高 我覺得好囂張 如果七號是狼 真的是大家被它耍團團轉 但是它因為送鐵票 所以我不可能把那個牌在那裡 六號跟十一號 我現在講的都是四號牌 假設不是狼牌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應變 因為接下來我可能會死掉 好嗎 如果四號牌不是狼牌 是一張精髓牌的話 那六十一可能要開狼 十二號牌我覺得它兩輪聊的 都有在聊邏輯 然後感覺是盲視角的發言 雖然我不知道它底牌是什麼 但是先放過 六號牌 十一號牌 感覺是有東西的牌 二號牌出局的時候也講了 十一號牌掛身分 六號牌掛身分 唯一能有的 七號牌按拍一個首位 那再加上能夠讀到十號 我覺得十號之前的發言 不至於會吃到那張毒 如果是女巫我會讀張九號 所以十號牌會吃毒 可能就是六十一號開囉 因為他們都有提點到十號的事情 所以下一局我死了 四號牌假設是精髓直接 等一下喔 可是我沒有報一的身分 這樣子排坑會有點困難 我想一下我要不要報一的身分 一是名 一是名 好 我會下九 過了 九號 淘汰幾次淘汰師 請發表明明明 過 好 天黑幾次地 總會為其次真面 選擇你要守護的對象 好 雙人 行星星 Would excell聖乙 男人 請hing 雙人 請 indruck 問問字 ajuda 他被殺死 你要救他嗎 你要學服藥嗎 你要讀誰呢 女巫親閉 偷吃起針煙 選擇你要查驗對上事 偷鄰居請第一 天亮要請是針煙 主要請是針煙 警長決定請坐進 請坐 六號 開始翻 你驗四吧 你告訴我要驗四 四 四號 怎麼會這樣 他是誰 想一下 想一下 是誰 一 好 四號 四真的是好人 我一直以為就是四跟九 我是好 我跳 我是女巫啊 我讀十 然後陰水是七 所以我一直保七 不會自刀吧 你的狀態 他沒被驗吧 他沒有被驗過 但是他就一直滿 我想一下七喔 最後一個是誰啊 我想一下 剛剛那個十一 我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十一四我想一下 三... 三 你說是不可能是嗎 因為三跟二也可能是我們隊友 就是二發自己隊友名 他可以自己接收這樣 就是很...很理所當然 十一剛剛原本有想要穿女巫的身分 然後有點警覺 可是我想說應該不會是吧 反正我是女巫啦 然後我讀十 因為我就覺得十號非常緊張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讀了 其實三號牌 三號牌是有可能做成狼人牌的狼 但是這只有一種情況下 就是他沒有... 二號牌沒有按照他的查案去發 剛剛好... 因為他看不到他狼隊友 他剛剛好發到了這張三號牌 剛好是他隊友 這個機率又更小 所以我比較不想要這樣去打 我比較願意相信 就是二號牌 他起身然後 發了他本來的查驗 的三號牌是一張平民牌 所以我比較希望 我比較想要往這方面去盤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狼坑就會落在... C12 12 會落在C12 C12 C剛剛也是一個跳女巫嘛 所以現在有一種情況 其實也沒... 欸 我的視角裡面啦 我跟Toni是講 我的視角裡面這個... 這個輪次絕對是夠的啦 你要先出12 你61眼 加快速度也是可以 其實 在我的視角這樣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11... 我...我不是重點嗎 那等一下等11號怎麼發炎 那11可能... 11可能會起身... 唯一就是打這樣六號牌 就是... 就只能這樣了吧 對吧 因為... 因為11剛剛是有按跳那個女巫牌的 那... 我不願意去盤這樣三號牌 是... 是...是他剛剛這麼好 就是... 就是... 接下來還可以面對自己的狼隊友 是哪一隻是不是 那這個還蠻屌的 那我真的... 我會... 想說結束想把這個票投給艾利爾也不錯 但是... 但是那個... 我不想這樣盤 所以3號先出坑嘛 所以... 11... 11...12 我會比較... 如果11號有跳女巫的話 我比較信6號 我想先講 因為6號剛剛其實 第一人一直在看我 OK 他一直在看我 所以他應該知道說他舊的是我 真的 他剛剛一直在看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 先給11一點小壓力 然後...如果11是最後一狼 因為我覺得12蠻好的 12...12號如果是狼人牌 他在那個發言去把機械... 就是把他2號的機械狼 打得這麼死 就是他...他絕對認得到... 他的那個言論 他絕對認得到 2號牌會是他的大哥 如果他是狼人牌 但是他卻把2號牌打得這麼死 所以我會覺得12號要勾也是 那...就是真的是勾到很後面啦 所以我這輪... 焦點就是11號 GO 徐鋒勳 你真的不用踩我 我是首位牌 你按牌首位我都沒踩你了 首位牌首舞 他們昨天打5喔 所以是平安夜 那我覺得我有點Gay到楊世宏 我覺得4號應該是狼 然後楊世宏只想說 給4號一點發展空間 不要讓他太尷尬 是吧 我不知道 我不是因為我看楊世宏一直笑啊 反正... 反正你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 他有點想發4號叉沙 但是想說他先發叉沙 後面我幫他講什麼 那給他最後一個聊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Gay錯楊世宏的表情 那假設你等一下告訴我 4號真的是一張好人牌 那我就會去標3號 因為...反正我首位牌嘛 然後...前面轉的我還要講嗎 我先守了我 後來守了楊世宏 他們今天... 昨天到楊世宏所以是平安夜 所以等一下 反正我首位牌 我看哪邊人少 6號牌女巫牌了嘛 7號剛剛安排首位 但我真首位 但我覺得7號牌應該是滿好的 12號牌我也覺得還行 1號牌是金水牌 3號牌是2號告訴我的 是平民牌 所以4號如果是金水的話 那我只能出3號了 真的沒位子了 因為他那個位子 發光了平民 我只能把那光蓋起來 不然沒辦法 4號是平民 但我沒有位子了 3再淘汰的話 那就是12了吧 因為我覺得7號不可能 傷成這樣吧 到這邊安排首位還是一個狼 不然那是狼 沒有 我還可以守很多人 反正他們昨天到了5號 我是首位牌 過 那就看楊世宏的那個狼 因為他如果驗到1是首位 你就直接拜拜 他如果驗到4菜的時候 你也直接拜拜 他就說平民 那沒有 他平民 我覺得他可能是會打操作 隨便講出一個身分也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要看5號報 那如果剛好 首位其實真的是7的話 我其實還是不相信11號 所以我剛把你報成這樣 是因為你講了那個讀口的事情 我以為你在做好事 可是當你一個忙是講 因為其實我剛發食的這個 讀口 刀口 我是分不出來的 可是我看大家的風向 都是在講讀口是死 所以我就想說 我也來裝懂一下 讀口是死 我知道 我知道這一切 但現在想起來不合理啊 剛剛3號有點到 你們怎麼可以那麼確定讀口 你好確定耶 那你就來 然後來… 7號有沒有可能是自刀狼呢 我覺得機率比較低 是因為3號剛剛那個鬼故事 其實是存在的 我夜裡有想過這個鬼故事 就是艾莉兒點的這個名 不是他學的那個名 他真的是想要蒙 然後蒙中一個 讓他鋼鐵到最後 真的發光到最後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作為狼隊 你還把你們那種 鋼鐵狼的格局講出來 那你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 7號是自刀機率很低 那就沒位子啊 因為 我剛好是獵人我 可以啟動技能耶 因為他拍了一個守衛 我不能不拍 等一下會到我身上 那我們就看5最後的那個 因為你可能最知道格局 因為你驗了1 4 那如果他們剛好有守衛就結束 他們剛好有沒有守衛的話 你去 你自己去排一下 有沒有可能是7 或者是有沒有可能是3的這個鬼故事 對 才會落到7 3 好 過 好 1號玩家 我覺得我應該就聽後面志偉講 因為我既然沒有身分 然後我又是一張平靈 我覺得我多講會多錯 對 所以 基本上我就 我已經不覺得 我們的通靈師有很多話想要講 我想要讓他趕快發言 所以就先過吧 我先跟他說我不可能會是他那個 你們剛剛那個鬼故事的那個 那個蒙對的 因為 你們要想 艾莉爾他要蒙對我 這個平靈牌 如果你們覺得我是狼的話 他蒙對我平靈牌 我們如果我是狼 晚上跟他是不見面的耶 他要這樣子蒙對 他為什麼不直接發我一個 他這樣喊條 直接發我一個叉沙 就好啦 就是這個是 機率實在是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我是一張井上的牌耶 就是我是可以講話的牌耶 就是何必呢 何必做這種事情 他直接去發一個井下 沒辦法講話的牌就好啦 就是我知道 而且我剛剛第一輪 我知道我自己底牌 就是一個平民 所以我舉票給他 可是後來剛剛不是有人點到說 我還想說 5號牌發言很清晰 因為我真的在覺得 他真的知道我的身分是什麼 然後我又覺得 5號牌怎麼講得這麼好 所以我就是在猶豫當中 然後因為沒辦法思考 因為全場就 我那時候 我覺得只有我視角最清晰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底牌是什麼 然後他又發言很好 然後他又發對我身分 所以我這樣 然後錯過那個舉票時間 我是想跟大家證明說 我就是那一張平民牌 那再來 我現在也是不知道怎麼玩耶 那就是 就是不是十一號的話 就是十一號啊 對 就是不然沒啦 就是因為我剛剛有講啊 就是你們怎麼知道 誰是大肚子讀客 我覺得跟十二號的心態 是一樣的 我真的不知道耶 然後我一開始就懷疑六號 因為六號是一起生 就講了這個 然後十一號剛剛有按講 所以我想說 你們怎麼都知道 然後剛剛六號起來 結果他就拍女巫啦 那十一號 他剛剛又想按講 他是女巫 可是他又拍了一個守衛 是不是在隨時增加 我不知道 反正沒關係啊 就是好人一定會贏啊 那就看五號發生分嘛 然後怎麼樣去決定 不然就是 不是...我只是覺得 不是十一號 也還是十一號 不可能是七號吧 感覺七號從頭到尾都很陽光啊 我覺得大概是十一號吧 就是一起多郎上景這樣 過了 好… 收尾盆 空十二五 現在我很自首 我看一下… 我想一下 現在有個鬼故事就是… 十二是那張狼 然後十號被毒掉 十號是那張獵人 非常低機率 因為十號是我從頭到尾都覺得 是好人 然後還有一個鬼故事就是… 七號是那張獵人 他剛剛按拍手 然後七號剛剛沒拍 就拍一拍就好了 剛剛平安夜 全部拍出來就很好打了 所以就七號不拍 其實比較沒看懂 因為剛剛十一號在跳的時候 七號好像沒什麼反應 對不對 那只剩 是幾號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 八號 有可能是女巫 然後六號穿女巫身分 因為八號可以把十號毒掉 好像大家沒有盤到這一點 所以… 滿有機率的 那如果七號 如果你是首位的話 你可以投張十一 但我覺得你應該是平民 你比較像平民 那… 我太想把三排進去 因為幾率很低 就是好像我剛排的三種 可能都是有 因為三號確實 剛剛我唯一注意到 他有點像狼的 只是他在錦上的時候 他很… 他講完的話 他就馬上退出 所以我覺得有點緊張 就是你是好人 你多站一下也沒關係 就是你在那邊講了很多 然後你並沒有 太多實質的點評 然後講完 就有一點緊張 就有一點心虛的退水 就只有唯一這個很小點 但我覺得三號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個輪次 因為現在七號沒拍的話 會有點複雜 然後六號 確實… 那個…如果他是藍的話 他也會知道 那個銀水跟那個… 十號 因為他起來的話就知道 雙倒的話 高級八號是被刀的 就這樣子 到底是誰這麼會演 我到底要看看是誰啊 反正好人應該是贏了 只是我這份好奇心真的 壓抑不住 好 我回應一下一號牌 一號牌底牌是名 我上一局已經爆了 然後四號牌底牌是名 那個你已經精神 你愛聊什麼聊什麼 對 你今天想到什麼 晚餐等一下要吃什麼 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 其實多聊聊天嘛 反正要上節目對不對 然後首先是現在志偉 六號讀十這個故事 完全合理 在那一輪只有六號在踩十 所以六號那一局 我覺得他是女巫的 我故意拉了一個十一號牌出來 說六號十一可能開女巫 十一號分明就沒有講過 十號牌像狼 但是我就說他們有一樣的觀點 什麼之類 就想說稍微塞一點東西 給狼對視角 好 反正六號牌底牌是女巫 我是鐵信的 四號牌 一號牌我驗出來的 不管 三 七 十二 誰是狼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了 七號牌是一隻做做狼 就說我守衛啦 就一直按拍守衛 你不會死喔 然後七號在演 十二號牌 它要是一隻狼的話 得要十號是這張獵人牌 十號像獵人嗎 我覺得 不太像 第一概率事件 所以十二號牌是 在這三張牌裡面 我放在最後面盤的 好嗎 那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是 我想要下三 因為鳴 鳴三個 神 四個 還有一隻狼 所以我想要先下三 然後我驗這張七 去定義十一號是不是首位的身分 如果七號底牌是一張鳴 那十二號牌 就得要進去了 對嗎 那十一號牌 假設 你懂我意思嗎 假設不守引有狼刀你 我可以多一驗 我不會被刀 所以好人一定會贏 然後 如果我們推出去三是真鳴 然後再推一個一號 他們狼隊到一個一號什麼的 你空手 然後他們不刀你 你隔天還可以再守 就是最後的四號鳴 所以這是完美的 完美的路線 十一號可以空手 五燕七 五燕七 下三 過了 等一下 好 沒事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二、一 請投票 三號 豪泰區 尤其姊叔叔姐 你也能助手 當然不守衛好不好 你也能助手 好喔 六票當選 三、二、一 我可以動 等一下喔 楊世宏舉手 楊世宏 一、二、三、四、五 痘痘舉手 六嗎 六嗎 再一次 已經六票了嗎 楊世宏的 楊聰 已經六票了 恭喜 楊世宏 跟我們請瑋瑋來宣傳一下 我的新歌跟王妍威一起合唱的 曖昧變得上海情在各大音樂平台上架 然後我的MV也在YouTube頻道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收聽一下喔 謝謝大家 多多支持我的新歌 那小燕跟我們賽後討論 請記得訂閱娛樂 百分版的官方YouTube 阿欧朗莎下次見 謝謝 好準喔 好準喔 你不是四人喔 那也是唸到三四人 不知道 怎麼可以八到三四... 沒有 唸到三四人 沒有 從四四人 沒有 從四四人 沒有 因為他唸到三四人 他會被查到是狼 你有沒有... 等一下 我們答案比了 我以為是我看解讀了 是都上錦然後潛下去 然後我就比他這樣 然後就OK... 我以為他要上了 我想說 我想說她說好 上景 我說好 上景 妳以為她 妳以為她看票是不是 研究是一直這樣 我都說所以是 大家都這樣 妳那個發是賭的 還是想說每天就我 賭啊 賭啊 不是要幾輪 沒有 我每排的時候 就覺得三 為什麼一直迴避 就是我們在聊天什麼 就覺得三很不好 她覺得 那如果我發到隊友 會不會更好 對 然後我發發發發發發 不是 她還是跳舞影仰式 不是 真的要看跳 要不然妳真的很尷尬 對 妳的位置太尷尬了 而且前面都沒有 妳是跳得好的 妳是真的嗎 是因為她發她 她其實很難跳而已 對 她1號還信我好多人 有點可惜是小凡在 在那個投票有投出來的話 警衛會再 會吞 沒有 我剛剛真的想說 我剛剛真的想說 我們有人要上景 是沒人要上景嗎 我就是在那邊慌亂 然後又馬上 所以就沒舉到跳 平票的話怎麼辦 柯彭妳本來要跳 平票就沒了 沒有啊 他們沒有報告 你們沒有報告 他們只是說都上景 然後沒有說要跳 沒有 他們 但是對我當季立案 應該就要後面 對 我就想說 因為守衛還在 我就一直狂守狂守 就不會失望 其實愛妮爾 用一個很好的牌給擋隊 對啊 對 其實打得滿好 我也沒有打得滿好的 對啊 打得滿好的 我們贏手歸得太全面 沒有 不要說 你每一集都會炸 但是保險不行耶 真的很玩 我很害怕有鬼故事啊 因為我晚上驗四號 我跟我說平民牌 我嚇死了 所以我要把事情都安排好 安排我後事這樣 然後一直到不到通靈師 逗逗很可怕 逗逗怎麼了 當中是你 直接讀 對 十號看 我不懂 怎麼讀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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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會先走讀九 九跟十都是 可是我怕十比較推不動 那我先把他讀掉 那你不是要驗他 你們都把他打性狼 我就不用再理那個 其實讀出也沒關係 真的嗎 輪次滿夠 對 輪次滿夠 對 輪次滿夠 我不會守他 有的時候本來會因為 你就守他五喔 那個 丟了一個人 對啊 因為想說 他們應該會玩五刀吧 我就想說你們上一尾 你們上一尾應該已經守他了吧 我沒有說我是假的 因為他說有神啊 六跟十一是神 對 想說再去守其他 不是 我這一場根本就 老神在這 沒什麼差 你猜到我害死 你很害死 你很害死 他沒有害死 他說我被守我還要被踩 他被捕 他被捕了 你還踩我 還說你也不是守 你踩被捕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一輪 輪次真的在告狼 狼人真的沒辦法打 真的 四好就剩三 很練習 好啦 再上一點啦 來 選擇MVP囉 你生氣了吧 你生氣了吧 我好難 我好像很強 可以投兩票嗎 狼也強 按讚 訂閱 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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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 快點 打了嗎 打了嗎